《蒜泥白肉》是四川傳統經典名菜 曾風味一時 為人清道 材料簡單 主要就是蒜泥和肉 口味鮮味 蒜香撲鼻 使人吃肉大鎮 蒜味濃厚 白肉肥而不利 很好吃 容易做現客自用的上損 就不會錯過下期美食視頻 材料有五花腩 可以改用梅頭肉 有鹽 蒜頭肉 日式生抽 鮮味如露 黃沙糖 詳情請看視頻下方的info box 五花腩 這裡有一磅兩盎司 我們用來種蒜泥白肉 用水洗淨五花腩 有大約四瓶的水 即半鍋的水 我們加入一茶匙的柚鹽 我們加蓋 用大火將它燒開 水就燒開了 將五花腩放進去 這樣是皮香 水夠多 就蓋過五花腩 讓它移動一下 加蓋 轉去一個中小火 10度火的爐 電爐 我們就用3度火 去煮它50分鐘 就煮了它50分鐘 我們就把它拿起來 在室內先放涼 白肉 我們拔好一些爐 我們就將它加蓋保鮮紙 我們放在雪櫃上 冷藏一點點 才會切 白肉在冰箱裡 就拿出來 把它切成薄片 大概是四分一吋 或者更薄也可以 就切好了 我們在雪櫃拿出來 冬的 我們不是冬吃的 燒開的高湯 來淋一下 把它淋一下 我們就可以吃了 我們來做我們的蒜泥 有大半個蒜頭的蒜頭肉 放大約是兩三粒 如果大粒就放兩粒 然後就放在咖哩蓋子上 就去按壓它 它就出來了 我們就用小刀 把它刮到碟裡 裡面的蒜塊 我們就用小刀 把它撥出來 切碎 它 都是可以用的 把所有的蒜頭肉都按壓成蒜泥 把所有在按壓器拿出來的蒜塊 就把它盡量切細 放在小碟裡 這裡就有兩湯匙半的生抽 然後加入1茶匙的魚露 加入2茶匙的黃砂糖 攪拌一下 直至黃砂糖 是溶在豉油裡面的 都試過沒有 非常之和味 把豉油加在蒜蓉上 我們加了大半 去看看 我們不想蒜泥太過稠 這樣就太稠了 好像沒有豉油 我們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嘗一嘗味道 有一點新辣 帶甜味 帶鹹味 配合白肉 真是很絕配 把白肉回暖 加一些熱湯 在白肉上高 浸泡一下 然後把湯倒進鍋裡 它還是滾的 然後把湯倒進鍋裡 重複再做三兩次 我們就會把白肉回溫 現在你也看到 那些肥的肉已經是透明了 試吃給大家看 把蒜泥醬鋪在白肉上高 很長的好吃 這個蒜泥醬是把整個白肉的味道完全提升 當然白肉要做得好 軟軟 香 帶一點鹹味 好吃